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已经同意减产10万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 欧佩克已经做出了减产的最后的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了 当然欧佩克现在做出的决定也是一个阶梯性的 先两个月高一点 再少一点 先两个月900多 然后700多 然后500多 这样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那墨西哥呢 它本身产量非常低 它只有一百七十五万桶的这样一个日产量 结果呢 它是这个 就是当时跳出来不同意 就跟其实老大们比起来 它真的还不如人家减产的量多 人家减产都减产900多一天 它总共产量才一百七十多 所以呢 就是但是没有办法 它就是这么一个机制 要刷一下存在感 而且呢 墨西哥本身 它也就是也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吧 所以这个也很正常 美国也没有减产多少 美国减产的也也不是很多 所以最终呢 还是 就是大家各自的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达到了一个最终的平衡 然后瑞幸的那个事呢 其实上周也挺有意思 就是瑞幸的事 大家看到基本上后续呢 就是就是像这个神州的 神州的董事长陆正耀 同时呢 也是瑞幸的大股东 最大的股东 然后呢 辞掉了神州的董事长的职位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像是跟谁学呀 还有这个就是好未来 都自己爆出来 自己跳出来说我有财务造假 有员工有财务造假 然后呢 还有就是爱奇艺也被做空 所以就是陆陆续续的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是上周我们谈到的东西 就是相当于连续剧给大家说个尾 然后其实这一周呢 就是我们整体来说 就是其实是大家要关注一下 宏观的一些数据啊 就是宏观的 特别是GDP的数据 马上周五要出来了 周五要公布GDP的数据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比大片还要 还要值得去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对吧 就是中国的GDP的数据 一季度 因为我们是基本上从整个一月份 然后一直到三月份 就是疫情最严重的这个阶段 然后三月结束 你看进入到四月份呢 疫情就慢慢的 就是在中国基本上就慢慢的 基本结束了 除了境外输入 所以到底这一次疫情 整个一个季度影响下来 会对中国的GDP造成多大的影响 虽然有人猜负的9% 有人猜负的5% 反正负的 这基本上是肯定的了 就是负多少 大家不知道 对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就是就这个数据出来 它不仅仅是会影响我们 对接下来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也会对全球有一个 一个就是示范作用 就是到底我们认为一个疫情下来 会对全国的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且呢 我们还是用的是封国的这样一种政策 封城封国的这种政策 到现在还在封着 那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个数据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期待 所以这个数据如果是很糟糕 然后呢 这个相应的政策有没有太跟上的话 其实就可能再一次的造成一种 一种心理上的恐慌 如果是政策跟上呢 其实也就还好 因为整体现在四月份进入以后 我们就看到整个的数据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比如说航空业 航空业这一段时间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就是比去年同期都还有一定的增长 所以航空业的这种提升 也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 这个经济的活力 在逐渐的恢复啊 当然还没有 还是比较进程还是比较缓慢 但是在逐渐的恢复 所以这些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上一周呢 还有几个数据啊 比如说像上一周 货币的供应量的数据 和社会融资总额的数据 就这些呢都还比较好啊 就是说明企业 企业的资金 第一企业愿意要很多的资金 第二呢 企业也能够拿到很多的资金 所以就是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放水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水慢灌 我们一直在说低灌低灌啊 但是低的还是比较透彻 还是给了大家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从我们的测算来看 基本上它的这效率可能是美国的 大概三倍左右的这样一个效率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做很大的动作 但是效果还不错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利好的 还有CPI也下来了 上一周公布的CPI呢 就是前面我们都是五点多啊 甚至到接近六 但是呢上一周公布的只有四点多 所以CPI也下来了 那如果你再把食品啊 猪肉啊这些去去剪掉的话 实际上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通缩的危险啊 就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如果它想要处于快要处于通缩的状态 那你放水是没有问题的 就问题是不大的 如果已经是通胀了 你再放水 那就只能会把这个通胀吹得更大 对吧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更不利 但是它如果是整体是一个通缩的状态 通货紧缩的状态 然后呢你给它放点水 把它滋润一下浇灌一下啊 这经济还是有可能能够起得来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最近的这一段 呃这一个礼拜的情况 就是看上去还可以啊 虽然今天今天可能大家看到股市好像还跌了一点 但是今天晚上因为复活节的原因啊 就是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的市场都是没有开市的 在复活节假期 所以呢就是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额外的一些动向和信息 就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 但是呢就是A股市有一定的这个下跌的 那这个下跌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整体来说 它也是在上周结束以后 因为上周涨的比较厉害 然后周五呢有了一个猛跌啊 然后今天呢再稍微的补一点 所以呢这样下来其实呃 就是也还好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回调 因为它毕竟还是会处于一个相对震荡的状态啊 就不是属于那种很猛烈的 而且量也不是很大 就是成交量是越来越低 就成交量跌到一个很低的状态的时候 成交量到底部的时候 基本上市场就有可能开始起稳回升 所以呢成交量往下走 其实是好事啊 如果今天是很大量的又往下跌的话 那今天就有点就后面就可能比较不乐观 所以整个这一周呢 因为这个宏观数据会逐渐的发出来啊 还有呢这个企业的一季报 也会慢慢的出来 所以呢其实大家的这种情绪 就是都还是比较观望啊 并不叫做悲观 而是比较观望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是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整体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呢我们确实不能忽略 这一次的疫情给我们未来 可能造成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对吧 就是我特别想说 其实我特别不想说 就是关于撕裂的话题 就是这一段时间 可能各位非常猛烈的感觉到 说原来中国人好像大家都还整体比较和谐 虽然有一些人偏 偏左一点 有一些人偏右一点啊 有一些人这个 就就就有有中间的想法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 好像这种矛盾越来越厉害 动不动一篇文章底下就一片骂声 然后又一片赞声 然后骂和赞的这两方呢 就会出现极大的这种冲突 所以这种甚至还有人说 就是有有文章不是说 现在都不是以亲戚关系来论来来论群体啊 就是看三观合不合 所以我们还真有同事发给我说 他有有他的客户问他 哎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然后是他说完了以后 客户说他如果你跟我三观不合的话 我就要换人了 就是就是最近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严重 包括方方啊包括这些事情啊 我不去表态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啊 我也不去不去做表态 因为整起偏中立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偏激的这种想法 但是呢确确实实从这件事情 从中国你也可以衍生海外啊 你就可以想得到外国 现在据说我也没有去调查准确的数字 据说有68%的海外的人群 可能对中国是有一些偏见的 就是对认为我们应该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 那你就可以想象到 而且呢确确实实就是美国呀 日本呢 他们的国会都在 就或者是这些内阁啊 都在建议 甚至是出钱 让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或者日本企业 搬离中国 搬到东南亚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国家 由政府出钱 当然这只是一个提议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动向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确确实实 现在是国内舆论在撕裂 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在撕裂 海外也在撕裂 就是撕裂完了以后 等疫情结束 到底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国际环境 我们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人文环境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值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好好思考的 我没有答案 暂时还真的没有答案 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非常的后悔二月份的时候说 这件事情可能仅仅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件小事 现在看来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可能它真的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咱们拭目以待吧 新的格局即将来临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 只能是逐步的去观察 然后去顺应新的环境 再抱有原来的完全相同的东西 可能就不行了 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改变了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来讲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那今天呢 可能我们会 因为关于施工图预算的部分 其实上节课我把设计概算 讲得非常的清晰 对吧 而且呢 讲得很深入 那把那一部分讲清楚了以后 我们再来学习施工图预算的时候呢 就会简单很多 所以施工图预算 我不会讲得特别的复杂 不会讲特别复杂 但是它的分数呢 你看这两年都是五分 我上一次跟他提过 我说设计概算 施工图预算 这两节加起来 大概率会是在八分左右 所以这两节加起来 在八分左右 那如果比如说像 2016年这种情况 施工图预算 只考了两分 那么设计概算呢 就会考到五到六分 所以这个情况 就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施工图预算 和设计概算 就是它的整体的分值 你预估 大概就是平均四分左右 好 那么施工图预算 我把在大家的讲义里面 我是把施工图预算 和共产党的编制 这两节的内容呢 都放到了一起 因为他们整体来说 就我觉得它内容 是有很多的一些 可以去对比 来去看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要 要谈一下 施工图预算 和工程量清单 这两件事情 它们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上一节 和我们讲设计概算的时候 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施工图预算 和工程量清单 它们呢 是并列的一个关系 对吧 那么它怎么并列 上面是施工图预算 下面呢 是清单 这两个并列的关系 它们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并列关系 这里呢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把这事听明白了 那你后面呢 基本上就不要清楚了 我们说施工图预算 它首先 虽然可能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它很难这么去说 但是从我们讲课的角度 简单的说 施工图预算 就是一个很计划经济的产物 真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这种计划经济的年代 计划经济的环境下 一切都是规定好的 一切都按规定 那我们国家主要规定了什么呢 在施工图预算里面 主要规定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 我们的定额 是不是规定好的呀 对吧 我们说 我们在讲第二节 讲定额的时候 我们说定额是用来定什么的 定额是用来定我们的施工的 这个就是消耗量的 对吧 定额是用来定我们的消耗量 所以呢 量是给你规定好的 因为我们的量对应的是什么定额呢 是预算定额 而预算定额由谁来去 由谁来去编制的呢 是由各个部委来编制的 比如说住建部 比如说公路 对吧 或者是铁路 就是它相应的 它由各个部委来去进行编制 所以呢 量是全国都统一定好了 那价格 第二个就是价格 有人说价格总没有定好吧 价格我们在学预算定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到了 有一个叫什么 单位估价表 对吧 有一个叫单位估价表 那么单位估价表 这个东西 虽然它的价格呢 相对来说 它还是属于一个地区性的价格 我们当然学的 回忆一下啊 我们当然说是本地区的价格来进行统一 是一个地区价格 那虽然它是一个地区价格 但是那你说全北京市 或者是全上海市 或者是某一个省 你能说这一个省的所有的企业 它所面对的价格都完全一样吗 或者说在所有的时间 因为我们一般单位估价表呢 大概大概率会每一个季度做一个调整 但是你能说这每一个季度 就是我我这这一个月 在第一季度 我整个每一个月的这个价格都完全一样吗 就很难说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单位估价表 虽然它是一个地区的 但是呢 它还是相对统一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施工图预算 它完全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的 那定额也统一了 价格也统一了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 那当年没有工程量清单的时候 只用施工图预算来进行招标投标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表都可以用来做招投标 那如果我用施工图预算来进行招投标的时候 我量也统一了 对吧 我的消耗量也统一了 因为定额给我统一了 价格我们至少本地区的 如果这个项目全是北京的施工企业在进行投标的话 那我们的价格也一样 量也一样 价格也一样 我们俩之间怎么比呢 谁比谁更优秀 怎么能确定出来呢 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吧 在计划经济的领域里面 这件事情好像很奇怪 其实呢 当时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市场竞争的格局 那我们往往是什么呢 在除了消耗量 除了价格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 从图纸到工程量 而这件事情有没有统一呢 是不统一的 对不对 从图纸到工程量 这件事情是没有统一的 所以你当年你如果看到施工图预算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的施工图预算 就后面的那些标准都完全一样 但是呢 同一个图纸做出来的这个工程量 五花八门 不同的造价工程师 不同的水平的人 做出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招标人有自己的工程量 投标人 各个投标人都是不一样的工程量 然后呢 由此算出来 他们最终的报价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想想这种感觉 是不是就很 就很奇怪 对吧 该统一的 本来我们的工程量应该统一 因为我做的是同一个工程 对吧 我做的同一个工程 我的工程量就应该统一 而我的消耗量应不应该统一呢 我的消耗量不应该统一 因为如果效率高的话 我这企业的效率高 做同样的一个工程 我的人工的消耗量 或者机械的消耗量 甚至是材料的消耗量 都有可能比别人要更少 你干嘛给我统一呢 对不对 还有呢 我的价格统一统一呢 我的价格 我有可能 我在市场采购的时候 我就采购到一个低点 对吧 我可以使用比较低的价格 你干嘛非得要给我去统一呢 所以其实 原来我们的施工图预算 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不该统一的消耗量和价格 结果他给你来一个 大家都拉通了 全部统一 应该统一的我们的工程量呢 结果他非得给你 让你自己去算 所以这也是我们原来说 我们说造价人员最难的地方在哪 从图纸到工程量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变得好像是 就你给我们的造价人员布置了一个题目 而在这题目里面呢 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是去计价的 去算价的 结果呢 对于造价人员来说 最最最最大的难点 变成了去计算工程量 所以呢 这些问题都是 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 就是计划经济的痕迹 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确确实实 遇到了很多的一些 比较尴尬呀 比较这个哭笑不得的一些事情 那直到什么时候呢 虽然我们说计划经济在我们国家 早就随着文革都已经逐步的结束了 然后再到这个国企改革哈 就都已经陆陆续续的 都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真正的我们 引入到市场经济的 这样一个东西 一直是到2003年 2003年当时的建设部 那时候还叫建设部 建设部发布了 第一版的清单计价规范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才有了 才有了清单这件事情 然后呢 后来2008年 又更改了一次 然后到2013年 再更改了一次 到目前为止 我们用的都还是 2013年更改的那个版本 而我们的教材的 第五节和第六节 基本上如果你去找 我们的2013年版的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话 我们的第五节 第六节 就是拿着那个规范 几乎一字不落的 把整个规范的原文 给搬过来的 所以你说咱们的这个 咱们工程经济的教材 也挺好编哈 反正就把这个规范 财务会计准则 这个拿过来 直接放上去 然后呢 我们的清单计价规范 拿过来直接放上去 还就完事了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说 他们还说说这个 就讲课的 讲意见的老师 不能用教材的文字 我就在想 你的文字都是用的 人家规范的东西 干嘛我们不能够用 我们用的是规范 又没有用教材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后面 第五节第六节 学的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 计价规范的所有的内容 所以大家就看到 计价规范是干嘛的 其实它拯救了 施工图预算的 这种招投标模式 它真正的引入了一种 市场化的竞争格局 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里面 什么被统一了呀 是不是工程量被统一了呀 所以在清单里面 我们的量是完全统一的 工程量啊 我写准确一点 工程量是完全统一的 然后呢 由谁定 由招标人来统一确定 招标人确定好了 工程量以后 他把工程量 作为招标文件的 一个组成部分 把工程量清单 作为招标文件的 组成部分 来给到我们的 投标人 但是在 施工图预算的 招投标模式里面 有没有把招标人 自己做的 施工图预算 给到投标人啊 没有的 对吧 在传统的 招投标模式里面 他只给到 设计文件 只给到一些 相关的 这个基础性的文件 他是不会给你 招标人自己的 施工图预算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 清单招投标模式里面 清单是会作为我们的 整个招标文件的 一个组成部分 只不过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 这个拿到的清单 投标人拿到的清单 只有工程量 并没有综合报价 对吧 综合价格是由我们的 这个 投标人自己去填的 所以投标人的 造价工程师 其实这个时候 就相对简单一些 他只需要去 去测算 他的综合单价 然后呢 就可以得到 整体的价格 然后就 报上去就行了 所以这就形成了 说我们真的 可以去竞争 竞争什么呢 竞争我的消耗量 比你的消耗量 要低 我的价格 比你的价格要低 这样的话 我的成本低 因为我们的 投标报价 允不允许 低于成本报价 是绝对不允许 对吧 不允许 低于成本报价的 主要原因 是怕低于成本报价 容易造成工程质量的 这种不稳定 所以呢 我们说不能够 低于成本报价 那你要 降低你的报价 让你的竞争 在你的竞争里面 能够去达到一个 好的结果 是不是就要降低 你测算出来的成本 而且你还真的 得能够达到这种成本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在 在我们的量 消耗量和价格上面 我们就要做一些动作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消耗量 在清单里面的消耗量 还是不是预算定额呢 就不是了 我们在学第二节定额的时候 我们谈到了 清单里面的消耗量 清单的消耗量 来自于哪个定额呢 我们叫做企业定额 或者叫做企业内部定额 叫企业内部定额 也就是说 你看这名字 你就知道 这个定额是企业自己定的 那中间中间 每一个企业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这种水平 对吧 生产力水平 那根据我的生产力水平 我定出来这样一个消耗量 来去确定我最后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不是就体现了 各企业这样的差异啊 所以各位看到 就是我们在学习 设计概算 和施工图预算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从程序的角度来说的 我们说设计概算 是初步设计阶段 然后他只是负责 去计算我总的这个资金需求 也就是我们的资金的计划 然后呢 我们来确定贷款 我们来去找总包人 对不对 只是做这些事 但是到了施工图预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精细化的一些动作 甚至要拿他来做招投标 所以这是从程序上去做区别 但是施工图预算和清单呢 它不是程序上的区别 它都是可以用于 招投标以前 招投标的过程 以及在施工的过程中 施工图预算和工程上清单 是不是都可以全程使用啊 都可以啊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设计的后期 然后呢 一直到我们的施工过程 都可以使用施工图预算和工程上清单 所以从流程上来说 他们俩基本上是 在同一个阶段的 只不过呢 他们俩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就是一个呢 是偏计划啊 一个呢 偏市场 那同时 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 往往把这两个东西呢 合起来用啊 各有各的一些作用和 这个意义 比如说我们的工程上清单 因为现在我们的投标 基本上用的是工程上清单 但施工图预算呢 可以帮助我们 提前的先把这些内容 去做一个预热啊 我先知道啊 大概我的这种的价格是多少 然后呢 来再来去 拿到工程上清单以后 我再来细致去做 所以施工图预算可以先行 就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会采取的一种方式 好 所以这样把它捋清楚了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就那既然如此的话 施工图预算算是工程量清单的一种 这个传统形式 对不对 它是一种传统形式 早期形式 是它的一个祖先啊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么这个祖先呢 我们不需要理解的很深入 也不需要特别深入去计算 我们只需要理解一些概念 所以今天讲施工图预算 讲概念 它的难度就低很多啊 但是你要把它的整体的意义 你要把它理清楚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第一个呢 讲作用啊 然后呢 讲概念和内容 然后讲依据 然后编制方法 然后审查方法 各位看 跟我们的设计概算 基本上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吧 基本上是一样的 甚至呢 我们设计概算 往往还涉及到一点计算的东西 而我们施工图预算呢 几乎不设计计算 完全就是概念 所以很容易啊 别看那分数多 很容易 那第一个点呢 我们来看施工图预算的作用 哎 设计概算的作用 各位 还有没有印象 设计概算的作用 我们当然说到了 有七条 对吧 有七条 我们说最后两条呢 是关于设计概算 就是怎么样用于考核 我们说记住两个考核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呢 前面的还有五个动作 这五个动作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设计单位 或者是业主 他们在前期早期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这五个动作 那五个动作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是 他要去做整体的建设 资金的这些计划 对吧 他要去做贷款 他要去签总包合同 然后呢 他要去准备招投标的工作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设计概算的作用 那设计概算 因为他只有设计单位和业主自己在用 所以这个作用其实就是对业主的作用 只对业主 但是施工图预算 是不是还是只对业主呢 就不是了 因为施工图预算 业主自己可以做一份 然后呢 他不会把这一份给到投标人 而投标人是不是自己还得做一份啊 每个投标人都会做一份 所以呢 施工图预算是业主也要用 然后呢 这我们的 我们的这施工单位也要用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的作用分为 对建设单位的作用 以及对施工单位的作用 两个方向来去达它 所以你一定看清楚了哈 施工图预算到底对谁的作用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 施工图预算对甲方的作用 对甲方而言 其实施工图预算呢 就是进入到了施工图设计阶段 对吧 那因为我们说 整个施工图预算 它可以涵盖的阶段 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施工图设计阶段 而施工图设计 是不是在我们初步设计的后面啊 对吧 你先是初步设计 然后呢 再是施工图设计 然后完了以后 再是招投标 最后是什么阶段 最后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进入到了施工阶段 所以施工图预算 基本上是在这几个阶段啊 就是从施工图设计开始 招投标 然后呢再到施工 这几个阶段都可以去使用 这几个阶段都可以使用 所以呢 你拿着这个阶段性的东西 你来去看一下 施工图预算 对建设单位的作用很明显 第一个 它是施工图设计阶段 确定工程项目造假的依据 是设计文件的组成部分 是不是这个阶段的事啊 施工图设计阶段 造假的依据 好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是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 安排资金计划 和建设资金使用的依据 你看 是不是第二个作用 是在施工期间 施工期间干嘛呢 安排资金 因为你最终的钱 是不是还是要由业主自己出啊 所以要安排资金计划 第三个 是招标控制价的依据 是不是招投标阶段 招投标阶段 业主干什么 定招标控制价 然后在设置招标控制价 情况之下 然后呢 就是他的控制价 按照施工图预算 来去具体的确定 所以这是招标控制价的依据 最后一个 确定合同价款 和拨付进度款 办理结算 是不是整个 就是后面这些阶段 后面这些阶段 除了施工过程当中的 一些这个资金计划以外 我们又分成了 合同签订 然后呢 进度款的给付 还有呢 结算款的支付 对不对 又分成了三个阶段 是不是就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你要去记作用 作用经常考啊 这是核心考点 作用经常考 那是不是很好记啊 对吧 你就明白了啊 它是这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 我找一条 跟它对应的就好了 所以施工图设计阶段 就是去做这个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总造价 然后呢 招投标阶段 我去确定招标控制价 然后呢 到了这个施工阶段呢 我去确定施工过程当中的建设资金的使用 还有呢 在 合同的签订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进度款 最后呢 结算款 是不是就很 很容易寄了 对吧 很容易寄啊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去死金贝 也不用给大家顺口溜 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你顺口溜的 之所以有些时候 就是大家记顺口溜 记不住 核心原因是什么 顺口溜太多 有时候学员告诉我说 哎呀 正好说我记了一堆顺口溜 我最后都只记得顺口溜 我就是不记得这顺口溜 每一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对吧 我就记得这句话 很好玩 然后呢 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些字到底代表是什么 因为太多了 记不住了 所以能不用顺口溜的 我们一般不用 像这种东西就别用啊 你就把这三个阶段 逻辑很强的 马上就能够记住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施工图预算对施工单位的作用 那施工单位 你在刚才我们的这件事情里面找一找 我们说施工图设计阶段 跟我的施工单位有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毫无关系啊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 业主要去参与 但是我的施工单位 我的乙方是完全不用参与的 乙方只从什么时候参与呢 招投标阶段 还有呢 施工阶段 乙方是不是就只有这两件事情要参与啊 所以呢 第一个作用你看是什么 投标报价 没有错吧 逻辑上完全准确 对不对 非常的明确 只有投标报价 那投标报价 当然我要用施工图预算 所以你这回不能再问我说 诶 张老师为什么 就是投标报价 不是按照工程量清单吗 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说了 施工图预算也能做招投标 工程量清单也能做招投标 一个计划经济 一个这个是我们的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 我们国家有没有要求 所有的企业必须要用 清单招投标的模式 是不是没有啊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只要求 谁必须用清单招投标呢 只有国有资金 我们才要求必须用清单招投标 而非国有资金呢 叫做什么 这叫必须啊 必须清单 所以我就把后面的那些东西 也结合到这个地方讲了 因为它确实是连接在一块的 而非国有资金呢 非国有资金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疑 疑 疑是什么意思 最好这么做 对不对 我建议你这么做 有没有强制要求 没有强制要求啊 我只是给你做一个建议 所以呢 疑采用并不是必须采用 所以依然我们可以有一些项目 只要是非国有的 那还是可以用传统招投标模式 对吧 毕竟施工图预算相对来说也比较 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进入到了施工阶段 对吧 就我们说一个是招投标阶段 就很简单 投标报价 第二个就是这个施工阶段 到施工阶段的时候 你看第一个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 不管是施工前组织相关的资料 还是过程当中编制进度计划 都是施工的这个准备的依据 第二个呢 就是施工企业的成本的控制 因为我们业主自己要控制的是资金的运用 对吧 他要看资金计划 而我们的施工企业呢 要控制的是工程成本 因为你花多了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那也有可能人家是 业主是不愿意给你钱的 第三个呢 就是做两算对比 两算对比是哪样算呢 一个是施工预算 一个是施工图预算 我们说施工预算呢 它主要用于施工过程中算量的一个预算 它是对于工程的实际的工程 就是工程量去做预算 而我们的施工图预算呢 它是既要算量也要计价 所以这两个预算 它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做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然后通过对比分析 找出了差距 这样我就知道说 哎 我跟原计划比起来 我到底是效率提高了 还是效率降低了 那我就要 如果效率降低了 我要改进啊 所以这是对于施工单位的作用 也很简单 在到招投标阶段 做投标报价的依据 然后到了施工阶段 去做施工准备 还有呢 控制工程成本 对吧 很容易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而且各位还可以 再去做一个对比 跟谁对比呢 如果学了好的人 你可以跟 原来我们学了一个 企业定额 当时我们在讲 企业定额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 企业定额 最喜欢考什么呢 也是考作用 而企业定额的作用 分别是什么 第一 是计算企业的 就是计算它的施工成本 第一 也是成本控制 或者是编制成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投标报价 第二个 投标报价 第三个 是干嘛呢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组织设计 为什么我把这个写出来 各位对比一下 成本控制 有没有 有 这 投标报价 有没有 有 这 施工组织设计 有没有 有 基本上跟这个 施工准备 类似 对吧 有人说 企业定额和施工图预算 八根子打不着的 这两个东西 为什么 他们的作用 反而是惊人相似呢 很简单 因为施工图预算 干什么用的 对施工单位来说 是不是就是做 招投标 以及后期的这个 就是施工过程的管理啊 而我们的企业定额 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 它是用来编制清单 而编制清单 清单的作用 跟我们的施工图预算的作用 是不是就很像啊 对吧 如果清单 我们单单去讲清单 对于施工单位的作用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这两个作用 你一看 他们俩就是一致的 就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因为施工 施工定额的作用 体现的是清单的作用 它最终还是要去 用来去编制清单的 所以各位看到 就是你当你把知识 能够这么去串起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根本就 不是什么难点啊 就很容易记住 好 第一个作用 因为他很喜欢考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 虽然这一节五分 分值看上去很高 但你按照我的思路走 这一节是最好拿分的 它不像设计概算 设计概算 整节内容很多 然后呢 他又只考两三分 有时候会跑偏啊 我承认 有时候会跑偏 就突然跑到一道题 好像没怎么讲过 但是我又不可能 把整个文字 全部都一一给大家讲 所以只能跳过一些 不太常考的东西 但是对适工图预算 每年跑偏的概率 没有那么大 就很大程度上 就考这些东西 而且怎么考都很明确 好 来你看2018年 就是这样的 他问你 适工图预算 对谁的作用呢 对建设单位的作用 的说法 正确的有 建设单位 刚才我们说了 对甲方而言 是不是三个阶段 一个是 施工图设计阶段 要干嘛 第二个是 在我们的招投标 阶段要干嘛 第三个呢 就是在施工阶段 业主要干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确定建设 项目筹资方案的 一句 做筹资 第二个 是设计阶段 是施工图设计阶段 确定工程项目 造价的一句 第三个 是编制 进度计划 统计 完成工程量 做进度计划 第四个 招标控制架 第五个 拨付进度款 和办理结算 是不是就很 很明确啊 对吧 答案非常明确啊 好 非常好啊 二四五 二四五 还好没有人选 C啊 编制进度计划 统计完成工程量 统计完成工程量 一看就不是业主的活 对不对 不是业主的活 也不是筹资 为什么呢 因为筹资这件事情 是不是早就该在这个前期 设计概算这阶段 就该完成了呀 你跑施工图计算这阶段 还来做筹资 那你这项目还能不能搞了 是不是有很大的风险 对吧 所以呢 大家能够理解这逻辑的话 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 好 第二个部分 总共就五个问题啊 第二个部分就是内容 内容是什么呢 哎 各位看是不是很熟啊 相当熟啊 建设工程总预算 单项工程综合预算 然后呢 单位工程预算 建筑工程预算 安装工程预算 然后这些内容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的 那个总概算的那个表 一样的呀 因为为什么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说了 施工图预算 相比于设计概算来说 它就是更精细了而已 但是它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是不是还是它整个的 整个的内容啊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我们施工单位对接的 是这一部分 施工单位对接的是这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呢 其他的这些费用呢 就是业主他自己就去搞定了 对吧 这也跟我们施工单位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业主自己就搞定了 但对业主而言 它的总预算 它当然要预算到这所有的东西 这个是2018年教材 才这么改完的 原来呢 它都是当作是 这一部分来处理的 但实际上我们广义的 中途预算 对业主而言 它应该是包括了总投资的全部 所以这个表大概率就不考了 或者如果它考起来 如果它考到这儿 你也就知道 就是跟我们设计概算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 如果只有一个单项工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项工程 综合预算 是不是就是总预算呢 如果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那么单项工程的综合预算 就等于总预算 对不对 这是不是跟我们的前面的 那个概算的部分 是一样的逻辑 对吧 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再问到你 这些预算 哪些是属于建筑工程预算 哪些属于安装工程预算 你不要跟我说 你没学过啊 或者说没有仔细讲过 你都在概算里面 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这一点 过啊 直接就过了 好 然后依据 内容说完了 作用说完了 下面依据啊 依据 依据设计概算 我们是不是也说了呀 对吧 设计概算 当然我们说的是 是不是第一个是规定 第一个是规定啊 第二个呢 是不是算量的文件呢 定量文件啊 第三个呢 是价格 是价 是不是就这三个东西 那在我们的预算里面 这三个东西分别怎么体现的 第一个国家行业的规定啊 有了 然后呢预算定额 你既可以把放到算量里面 也可以把放到规定里面都OK吧 因为它也就是我们大概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方向 然后施工设计图的文件 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 这些东西再加上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 以及管理模式 发包模式 施工条件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用来算量的呀 对吧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去进行量的测算 所以 因为我们的量有两个量嘛 第一个是工程量 还是再一次强调 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计算这些问题了 第一个是工程量 第二个是消耗量 我们刚才说了 消耗量按什么来定呢 按预算定额 消耗量是按预算定额来定的 就是它 而我们的工程量呢 是不是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和文件啊 对吧 以及你的相应的一些各种方案 来去确定我的工程量 所以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如果考你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按照这个逻辑 那这个里面相比于我们前面的设计概算的内容 会是不是更细致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有了施工条件 发包模式 管理模式 这些在我们设计概算的时候 都还没有办法去明确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都应该是 就是到了更深入的时候 才会有的 还有呢 这个地方是施工图设计文件 而我们前面呢 是初步设计文件 对吧 在概算里面是初步设计文件 所以这些问题 大家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其实依据的东西考起来 难度并不大 等到我们 等到我们把这几个问题全部 就是依据都说完了以后 我们把它可以做一个对比 有几个东西的依据 我们做一个对比 对 还有个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就是价格 有哪几个东西的依据 你可以去做对比呢 你自己也可以做 设计概算的依据 施工图预算的依据 招标控制价的依据 和投标报价的依据 这四个东西的依据 各位可以 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对比 有一年 2018年就考了 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 依据相同的有哪些 就这么考 所以2018年确实是考的挺难的 就他不问你依据有哪些 问你依据相同的有哪些 如果你不做对比 你就真的很难去 你光是靠背死进背 你是一定做不了这样的题的 但你把它一对比 或者说你一琢磨 招标控制价是业主 投标报价是 是我们的这个收担单位 那你其实大概率 就能够找得到几个点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要 把这个逻辑里清楚 当然这两个部分呢 是已经到了我们 已经到了我们第六节 第六节才会去学习 现在不用去管它 所以各位看依据 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吧 就这么去记 就是我们是根据规定 根据计量的 计量的又有消耗量的预算定额 还有呢 其他的像是我们的设计文件 合同 协议 或者是发承包的模式 发包模式 施工条件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算价的 就是我们的市场价格 好 这是我们的相应的内容 就依据 我们看2018年的这一道题 考的是内容和要求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施工图总预算 应该控制在已经批准的设计 总概算投资范围以内 这句话是上节课我们学习的 各位看还有没有印象 当建设项目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不需要编制建设项目总预算 C 单位工程预算编制依据定额 为企业定额 D 建设项目总预算是反映施工阶段 是施工阶段总投资总额的造价文件 单选题 好 对了啊 A是对的 为什么A是对的 我们说上节课我们是不是反复跟大家说 是层层往下做控制 对吧 每一层控制底下的内容层层往下做控制 所以呢 总概算定好了以后 它就是我们的最高工程造价 所以一定搞清楚啊 最高工程造价是不是招标控制价 不是 最高工程造价是设计总概算 这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个第二个错在哪呢 当它只有一个单向工程的时候 我们说不是不需要编制 因为你总预算里面是应该所谓的总预算 总预算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单向工程综合预算 又有什么其他费 预备费 利息等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单向工程综合预算 就是总预算 不叫不需要编 是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总预算 它里面就应该要包括含其他费 对不对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千万别搞错了啊 如果这是一道多选题 我相信大家错误的概率就会高 只是单选题呢 可能大家还好一点 那C C我们说不是企业定额 这个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它是预算定额 预算定额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说它反映的不仅仅是时工阶段的 对吧 不仅仅是时工阶段的 所以它也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一些费用 所以正确当然是A 所以像这种题目 你要是不是仔细理解 你靠背文字 你真的就会背起来就比较痛苦 所以各位特别要明白 就是越到后面的这几节 就我讲的会越来越深入 好